大家好,我是余波 我們繼續來到改裝勁戰時 如剛剛車身的畫面大家都看到 我的車是沒有了車牌的 所以今天要和大家改的東西就是 試一下年輕人都非常喜歡改的 牌架 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叫尾牌架 尾牌架顧名思義 就是大家安裝車牌的地方 這一片 很多時候一個牌架上面 都會見到有幾樣東西 第一樣我們會見到車牌燈 第二我們會見到反光牌 必須要對著正後方 即是我的這一塊 而有一些牌架會連上泥擋 這塊凸出來的尖尖 我們就叫做泥擋 就例如你走一些很骯髒的道路 或者水浸 你的尾輪轉動的時候 它會有機會將污水打上去 泥擋的作用就是遮擋住所有的水積 污水就會打向上高 再跌下來 會彈到後座乘客的背部 視乎大家買牌架的設計 為什麼我說很多人會喜歡改牌架呢 現在新車的牌架 都會設計得非常之長 又會設計得非常之尖 甚至有一些牌架 是會伸出去車身 最外最出的部分 大家都會覺得 呃 即是逐一點這樣說 就叫做好醜醜 就會把它改造成我們通稱的 短牌架 其實改裝牌架 漂亮還是不漂亮 就真的好看過人 多數的改裝牌架 給別人有一種感覺 就是車身的線條 會變得收窄一些 車沒有那麼瓦窄 Slim一些 具現代感一些 具科技感 硬朗的線條 隨便吧 其實大家怎麼形容都無所謂 其中改裝牌架 有一件事大家要非常之注意的 就是 有機會抓到的 就是車牌的角度 又回到第二集的Angle問題 車牌的角度是否合乎法例 法例是多少 我不太記得了 大家自己上網查一下 這樣 你現在要打架 這條片 這樣 角度就會升高 這樣是不是不用打架了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是甚麼意思 那這些不合法的東西就盡量不要做了 原裝的牌架是用塑膠製造 這次用的六代改裝牌架 車牌的角度基本上和原裝是一模一樣的 牌架是跟著我們所謂的車牌排燈 我著時給你看一看 著時 車牌的排燈 是法例上必須要擁有的 本身我自己對改裝牌架 就沒有太大特別的慾望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實用主義的人 只不過我看到時下太多的年輕人 都喜歡改牌架的關係 買一套試一下改給大家看 裝拆的次序就是要拆屍底 起空蓋 將整份尾再拆出來 再鬆避震 注意以下的維修內容 小弟並不是專業的車房師傅 如果大家在改裝上安裝上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 記得找回雙屬的專業人士 千萬不要做參考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這個艱鉅的任務 執齊工具開始 又是這艘電線 拆好它 這個扶手有一個少許令到我老懷安慰的設計 有四口螺絲上扶手 是有一個防水的膠套 令到你的螺絲不會入水而生鏽 然後再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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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最好拿 最容易弄 就是你會因為你自己外加的改裝部品 令到有些東西是出不來的 不過我最主要是鬆開它 讓後面的Fairling不要收緊所有螺絲 所以我們現在繼續拆下去 下一步就是要拆膠質螺絲 在底部裏面 我不知道你怎樣拍 盡量拍吧 這裏 OK 來吧 這裏面還沒有拆出來 就是拔插頭時 綿羊仔裝插 大家都會很怕膠件會爆裂 會怕它爆裂 其實只要你確保你的動作 是不會傷到膠 或者不要過度用死力 和確保所有螺絲拔完整份尾 一樣都可以這樣出 你們就會見到整個泥檔構造 競尖六袋褲電腦是裝在這個位置 一粒螺絲 兩粒螺絲 左右三四 美麗檔連排架就可以一下就向下抽出來 好 美麗檔要準備掉出來 好 美麗檔要準備掉出來 先車牌燈電線 好 美麗檔 好 是否可以 好 Yeah 好 美麗檔 插頭 好 美麗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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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很骯髒 原因其中一个挡泥挡得最多的位置是这个 所以要视乎车的设计而定 排架就套上去 就会兜着电脑那些电线 跟两块的支架 龙斤脱了出来 先认住它原本走的方向 电脑的支架再拆出来 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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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它改出来真是漂亮的 你说我是不是很需要它 不是 但观众很喜欢看 你们说是不是 你们喜不喜欢看 记得赞订阅频道 赞订阅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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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放第一个上去 它的设计是这样的 副电脑就会放在这个位置 这里收一粒 一粒杯子就要放在电脑底上 之后走回龙斤的电线 原本那条龙斤 它有个啪啪扣 扣在车架上 但因为升高了的关系 它啪不了 所以就要将锁带转圈 才可以啪下去 虽然我正在改车 但我也希望东西可以整齐齐齐 最少不会飞来飞去 这个是车牌灯 整个车牌架已经安装完了 这是属于内在的部分 下一步我们就要将所有外观件 全部砌上去 拍笋那下烦 很滑实 我正在移进去 看见家乡 安装了电池盖 这个时候 我们着时查一下 所有电键正不正常 如果不是我插漏了电键 所有东西就要重组了 左灯有没有 有 右灯有没有 有 四火灯 有 碧力灯 有 排灯 有 有 好 一二三 好 尾排架没有反光牌 好 冷静一下 现在这个排架发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改装排架的车牌洞 会和原装排架的车牌洞 会不一样 可能你以前用下的车牌 转的洞 踏上去 未必是 对洞 买改装排架的时候 最好买定一个车牌 但当然我知道 有些排架 刚巧 可以用原装的洞 每一个车尾 应该要有一个反光牌 而这个排架 本身是没有跟反光牌 可以怎么办呢 你需要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安装一块反光牌 拆反光牌 我马上分享一些方法 给大家知道如何做 在那里 黏不到 没理由这样吧 哇 我想到了 我真的想到了 Corma 去吧 乙尾力 稍后你不知道 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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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尽所有的方法 我都要 达成 正后方要有反光牌 什么 对啊 你不要小看它 两块 两块都不掉 不要紧 你把镜头固定 那你就先打定了 格子在底部 车牌 这一次改装美牌架 是我人生这么多部车 第一次我真的会改这两件事 大家觉得好不好看呢 大家留言告诉我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最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like我的Facebook Page 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另外还有 网店铁骑布品 大家在上面买东西 赚到的钱 会支持到这里的地方 和影片的制作 还有Patreon的会员 多谢大家的支持 这里就可以继续运作下去了 今天这条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条片再见 辛苦小分 谢谢 再见 好 拜拜 我想说那些什么 250MARL NINJA48 改美牌架都没那么烦 它们直接外壳都不用拆 拆起那个椅子 然后只有四口螺丝 整个牌架就突然跌出来了 哇 不消性难度 好 因为你不要走那些线 你装拆的时候夹短一点线 还有什么愚蠢的都是自己 是啊 本身是这里正在贴 这边又多了位 因为这里本身凹进去 现在这里凸了出来 那么笼根可以收的位置少了 起了隔壁 起了隔壁 好 再见 拜拜